赫奇爸爸 今天来到东东谷附近 看到有工程在进行 这个工程是中华电器的台北营业处 在这里做短线的挖掘盘设 谢谢 我不了解的是 为什么 请问你是 我是公民记者 不好意思 我不了解的是 你看这边这个 这个 马路挖成这样 有算七八糟 但是呢 最后呢 我们就是 政府用路平专案 把路再 投进再做一次 这边我们会自行修复 这里没有政府的路平 所以你误会了 然后我们这边是买管线 买管线以后 我们要自己一车道 我们要修复 你需要怎么样 延平南保庆路 没有路平 这个可以去公务局的网站场 这里没有路 延平南过来保庆路 一车道的部分 是我们民间业者 自行修复 我们自己要修的 请问一下 你这个样子就是 你们的 所谓的修复就是这样 就是假修复 因为你不可能 当天廣钩挖好以后 就立刻 全车道悬出 我们一定会先假修复 然后 是 安排时间 大概在几天以内 一个礼拜以内 就会来把这边 车道悬出 好 那 谢谢你的说明 谢谢 那 我现在想要凸显的问题是 我们 台湾 我们政府 有推出路平专案 那 路平专案呢 为什么 他们不能像你们一样 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事情 把它处理好 要用我们 这个 纳税人义务的钱 来做不平专案 这个我不了解 因为只有我差点 像我们买管线 我们就只有买这么长 可是你 例如一条沿坪南路 一条保庆路那么长 它 我们不可能 还能主顾这一段 结果我们去顾了整条路 这样不合理 对 那 有的比较长的路段 重要的路段 这个就是 台北市政府的政策 不平专案 就是主要由政府来推断 是 可是 呃 为什么 要做不平专案 其 大部分 也是因为管线 管线的铺设 这不是 因为你看到很多 很多路啊 如果有管线在挖 你说要路坪的 那是因为要路坪 所以通知管线 来改它的路基 路基改善 那个叫路基改善 就是 它可能 怎么说 它那地方可能有规列 下面有管线 或者有的是收口 或是收口 或是收口要调角 不然路坪会尻到它的铁杆 会尻到它的框杆 所以才会通知说 我 一个礼拜后要路坪了 你要去把你的管线 把你的收口的框杆 降到 例如20公分 或25公分以下 到时候我路坪才会尻到 因为 台北市政府它要路坪 它通知你了 如果我爬不来改 它尻到 它会先通知你来改善 那我通知你了 你不来改 路坪跑过去 跑道 自己负责 对 如果我们自己来改 改好路坪跑过去 那就没事了 是这样子 好的 那我知道了 那 我还是 一个 基本的 基本的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需要路坪 为什么需要路坪 对 我们为什么需要路坪 障案 而且路坪障案 好像也不是一年 那主要是针对 因为你一条路啊 它不可能说 我今天铺好了 永远都好 路面一定会渐渐的 会磨损 会老化 那主要看 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区啊 台湾地区 尤其是台北市地区 车辆密集 然后公车 重车又多 所以我们路面 会比较 不堪长久的使用 那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老化磨损 就会去到路里 一次把它更新一次 因为我们的路不是说 铺好以后 用了50年 没有那么久 因为主要就是 车辆密集 然后重车太多 是这个关系 所以可能就需要 大概是三到五年的时间 然后就会 重新更新一次 了解 知道了 我的感觉是说 路平好像不需要 频率那么高 没有 因为你觉得频率高 可是它是不同路段 它不是说 我每次都固定路平这条路 它是轮流的 每一条道路 轮流更新 你才会觉得说 每次都在路平 可是 可能 今年这条 明年是它的隔壁条 是这样子 不是都同一条 OK 好 了解 你为什么对这个事情 这么清楚呢 因为我们做这个 本来就会 对这一行比较了解 那你可以告诉我 您是代表 您是哪一个公司吗 我可以叫你吗 叫我 对对对 我去一姓郑 好 是 您是中华电信公司的 我是中华电信的下包 哦 所以你是哪一家公司吗 墙缸 墙缸 墙壮的墙 钢铁的缸 所以你们也有做路平 又不干案 也有报道 因为我们目前做管线 然后 就是未来有可能会接触路平这部分 所以我们都在研究 所以你有在研究这方面 所以我就觉得 哎 怎么您对这个问题 那么清楚 没有 知道一部分啊 不管是很清楚 是是是 您是学 土木的 土木的 可以知道哪一个学校毕业吗 合理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